如果在猜拳中输给对手该怎么办 犯马永次郎会给出答案 此时永次郎找到史崔登上校 并告诉他自己和任牙的战斗 仅仅是父子之间闹别扭 上校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身为食人魔的永次郎竟说出如此温柔的话 接着永次郎表示 就算是给任牙做一顿饭也是无所谓 父子之间和睦相处本就是理所应当的事 但是从永次郎口中说出这种话 上校甚至怀疑永次郎是不是辩论 而另一边 任牙已经准备好了满满一桌子的美食 突然他感受到一股强大的气息 回头一看永次郎已经来到了农村 任牙十分热情地迎接永次郎 期待已久的地表队强父子三角 终于要开始了 只见永次郎向任牙鞠了一躬 随后拿起碗筷就开始吃了钱 任牙满脸的不敢相信 这还是他所认识的父亲犯马永次郎 就在这时 永次郎突然开口打断了任牙 他像一个细心的父亲一样 教育任牙吃饭的时候不许三心二 要对眼前的食物充满感激之心 这是最基本的尊重 如此一本正经的教堂 让任牙一时间不知所谓 这个让他最憎恨的乃 让他不顾一切想要超越的乃 此刻却令自己感到惊讶 可接着永次郎居然开始关心起任牙的身体 听完父亲的话 任牙甚至都快要哭了 他没想到能够徒手接子弹的门爱 拿起筷子居然会如此优雅 自己不懂得诸多理 父亲永次郎却如此熟练的找 任牙第一次因永次郎是自己的父亲 而感到深深的自豪 永次郎犯后再次向任牙鞠了一躬 这一刻永次郎放下了地表最强生物的身份 他仅仅是任牙的父亲吧 任牙深深地叹了口气 他鼓起勇气向永次郎提出个警觉 那就是让永次郎替他洗碗 可当任牙回过头时 他却突然紧张到了极点 因为永次郎已经握紧拳头站在了他的面前 可令任牙意想不到的是 永次郎竟然想和他以猜拳的方式决定谁来洗碗 可任牙想多了 只见永次郎用手指夹住任牙的拳头 然后猛地发力 在任牙震惊的目光中 自己的拳头竟被永次郎的剪刀 硬生生地给挤成了布 在永次郎使用卑鄙手段后 任牙也只好乖乖地吸闻 而此时在百米外观察父子二人吃饭的警察 突然瞪大了眼睛 下一秒 永次郎就一个瞬意来到他们的面前 对于偷窥自己吃饭的家伙 永次郎十分地恼火 警卫人员当场被吓尿了 好在永次郎心情大好 今天暂且就饶他一命 永次郎走后 任牙陷入了思考 因为就在刚刚永次郎竟然主动邀请他一起吃饭 但他自己却不知道该穿什么 第二天任牙还是穿着老三件来到了酒店 很快他就被带到了永次郎邸的总统后 而永次郎也紧随其后 可今天他却穿上了一套得体的西装 看到任牙穿得如此麻烦 永次郎又开始像个老父亲一样叫到他 任牙毫不避讳地承认 自己就是在挖苦永次郎 因为从小到大 永次郎都没有进到一个座父亲该有的 听到任牙的话 永次郎气得咬牙切齿 但他还是压住了心中的木 就这样地表最强父子的晚宴开始 面对琳琅满目的餐具任牙部之所 永次郎还是耐心地教他该如何使 很快各种各样的山珍海味就摆上了餐桌 两人吃饱喝足后 任牙再次向永次郎问起 当年为什么要杀死自己的母亲 永次郎瞬间暴怒 怒斥任牙根本就理解不了他所做的仪器 可任牙却毫不退让 永次郎被逼的脸都气变了些 他猛的用力将餐桌震碎 但是任牙却上前一把抓住了永次郎的衣裂 难道地表最强父子大战终于要开打